花蓮玄技工连续第九年捐赠了民生物资给弱势相亲 市长魏嘉贤代表接受 除了感谢玄技工常年不断的善心意举 也希望可以有更多社团一起来出钱出力 施工所会把大家捐赠的爱心物资 快速的分送到急需要帮助的家庭当中 花蓮市玄技工连续第九年捐赠民生物资给花蓮施工所 市长魏嘉贤代表接受并且表示 施工所会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把物资转送给需要协助的家庭 首先要谢谢我们玄技工连续第九年 在关怀我们花蓮市的一个弱势家庭跟弱势个人 那这次也要特别感谢我们胡仁顺代表跟谢豪杰代表 在这一次的一个串联我们整个爱心的一个行动过程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联系者 那我要特别谢谢李福顺公主 还有我们所有宫内的所有心中大德 对于我们市区境内的弱势家庭跟弱势个人的部分 长期以来这样子的关心跟捐助 那代表所有花蓮市民谢谢他们 那未来我们花蓮市也会针对防疫的部分 还有弱势的部分 来协助各个家庭来衔接中央的政策 让所有家庭都能够得到纾困方面的一个补助方案 那我们在近期内会把资料汇整起来 那方便所有民众来做相关的领取 在此谢谢我们所有爱心的社会企业 那未来花蓮市公所也是持续的在关心各个弱势家庭 弱势角落 玄济宫的公主李福顺表示 在玄天上帝的指示还有信众的支持之下 每年两次捐赠民生物资 略尽回馈社会的责任 我们玄济宫啊 就是在所有的这个信众的支持之下 已经联系在办了九年了 所以这次是疫情的关系 所以有比较把这个物资比较慢的送出去这样 所以说在今天选择这个机会 所有的信众大家的支持下 我们来买了一些这个卫生纸 还有这个香皂 这个洗衣精 还有这个沙拉 这个使用油 这样是透过我们市公所这个平台 尽快的把这个物资送到最需要的 这个家庭去这样 市长温嘉玄也呼吁更多社团企业 一起来关怀弱势 市公所会用最快的效率把大家的爱心 分送到最需要的家庭当中 介里会换室报导